哈喽 欢迎学习爬送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哈 这个redis当中的另外一个操作叫做哈希操作 哈希的话其实说白了 就是我们这个python当中的字典啊 也就是一个key对应对应个value啊对应个value好吧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东西怎么去做啊 只要的话这个地方我们来打开一下我们这个cmd啊 这地方的话我们是已经连接到里面去的对不对 好啊 这个哈希操作哈 其实也是跟那个那个集合以及那个列表操作一样啊 这个哈希的话你不需要手动的创建一下啊 你只要往这个里面添加值 如果这个哈希不存在 那么的话他会自动的往这个里面去添 创建一个哈希 然后的话再重移进去好吧 那么哈希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是通过这个set命令去啊设置啊设置设置这个值啊 好 那么我们就是hset 只要的话这个地方再给个key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给个key的话叫做什么的website啊sid 然后这个fail的比如说我给他一个百度 然后对应能够这个网址是什么呢 3w.百度点看吧对 好 这样的话就把一个值把它给添加进去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再来添加下第二个啊 是那个sset wbsid 然后是添加一个谷歌啊gore啊 然后的话3w.谷歌点看对 好 这样的话也是添加一个进去的啊 就添加两个啊 那个添加两个建制队 添加到我们的这个website这个哈希当中的 好 那么我添加进去以后 我怎么能够查刚到这个哈希当中所有的值呢 那么查刚的话有多种方式啊 多种方式啊 第一种方式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什么呢 使用这个hget hget的话 那你就直接啊去查看这个哈希当中 某个key对应的这个值啊 某个key对应的这个值 然后sgetout的话 他是可以啊查看这个哈希当中所有的这个舰队啊 skeys他就可以查看这个哈希当中所有的keys sv values他就可以查看这个哈希当中所有的values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sdrag djt 比如说我们想要看一下这个wbsid 看一下这个啊哈希当中啊 的那个百度对应的那个值 那么就是百度啊这样的话 他就只会返回百度对应的这个值啊 那么如果啊我想要去查看一下这个website的这个哈希当中 所有的建制队 那么就是hgetl 然后再给个websitwebsit啊 这样的话 他是不是就返回了百度对应的这个值以及谷歌对应的这个值啊 对 对好那么我们的这个的话是hgetl啊就返回这个website当中所有的建制队啊 然后如果我想要查看这个哈希当中所有的界啊 那么就是hkys 然后是website 真的话他是哎 sit啊sit啊他是不是就返回百度和谷歌啊对 对那么如果想要去查看这个哈希当中所有的值啊 那么就是hvls 然后是website啊 那么他仿佛呢就是3w点百度点看法以及3w点谷歌点看法对的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查看这个哈希当中啊对应的那些值的几种方式啊几种方式好吧 好这个地方呢我们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另外一个啊就是我想要去删除这个哈希当中某个啊field啊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sdl啊sdl啊好那么就是sdl然后是websid 百度好这样的话就把百度啊这个啊哈希把它给删掉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hgetl来看一下website这个里面的话是不是就只剩下谷歌了吧对的因为百度刚刚这个哈希的话是已经被我删掉了对的被我删掉了啊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上传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啊就是判断哈希当中某个key存不存在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什么呢s exist通过这个东西来实现啊好sisds 然后是那个websid我想看下百度还存不存在是他反过的这个是个零说明是不存在的对的那么如果这边给个什么呢5个他反过的是不是就就是一个一啊为什么是一因为谷歌这个东西还存在对的好那么这个的话是判断存不存在啊好那么如果我想要知道哈这个哈希当中他总够有多少个建制对那么就是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s论来实现啊slef 然后是wbsid啊好这个地方是只有一个对的好如果再来添加一个比如说啊sswebsid 然后是那个啊nateezy dasynateezy是那个网易的吧nate就是网络的意思ezy但是容易的意思啊就是nateezy啊然后的话1s1吧然后是那个vd的话就是163对的3w.163 好这样的话就添加到我们这个啊这个网易的这个值进去对对好那么接下来我再开始啊论然后是那个website这样的话他反过来的视频就说啊说明这个里面是有两个纸有两个纸啊好那么这些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的这个哈希相关的操作啊哈希相关的操作 然后我们的这个redis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好吧下面还有一些更高级的东西大家可以啊自己去学一下啊自己去学一下啊呃关于我们用这个scribe框架啊我们就呃 的相关的知识我们就讲到这边好吧然后对这些命令哈如果你觉得学的还不够过瘾那么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里面啊还有更多的这些参考命令好吧 这些参考命令的话就更加全而且他里面都是中文的啊都是中文的说的话就会比较好看啊比较好啊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感谢大家